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阅读到的是 清朝的著名小说《静花园》 故事描述唐朝有名秀才叫做唐敖 他硬是烤中了炭花 却被言官简举他跟叛党有交情 因此又被叫为秀才 他失望之余 萌生了不如归去的念头 刚好他的大舅子林之阳要航海经商 于是他就随着大舅子的商船 远游海外 途中见到了许多的奇人异事 最后看尽了人性丑恶之后 看破红尘 修到成仙去了 文学评论家最喜欢把《静花园》 跟《格列佛游记》拿来做比较 《格列佛游记》由英国作家写成 同样借着男主角周游列国的奇遇 来讽刺当时英国社会里头人性的丑恶面 妙的是 这两本书写成的时间相差了百年 竟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天庭之上一片歌舞生平 众仙为了祝贺希望母娘娘的寿丹 各展所长 百花仙子找来奇花异寿 还端出耗时五千年才酿成的百花千蜜 讨得王母娘娘欢心 不过却招来嫦娥与风仙嫉妒 她们故意要求花仙 破例让百花盛开 增添喜气 却遭到拒绝 因此暗暗怀恨在心 相互打赌 觉得说如果呢 你让百花盛开 你因为听了仁主 你是夏季君王的命令 让百花盛开的话 那你就要被处分 一开始的处分是说 到这个广寒宫 因为嫦娥住在广寒宫 打扫三年 后来就变成说 你必须要接受这个轮回之苦 就要有什么事 你必须要接受这个轮回之苦 要接受这个轮回之苦 叫你 是一只九尾狐狸 也是二十八星寿的 正神之一 传说曾附身在 打己身上 助纣为虐 被降服后贬为原形 才回到天庭 风仙为了逼花仙 愿赌服输 便将星月狐 再次放下樊城 准备大闹一场 然后呢 狐狸又是一种精灵的 又是一种那种 狡猾的形象 所以他就 把他故事容下来 就说啊 这个星月狐 受到玉皇大帝的指派 要投胎到人间 为什么呢 因为唐朝啊 他发生了 弟弟杀掉哥哥 夺取政权 这个玄武门之变的故事 他说这个唐朝的 这种政变 这个不符合 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 所以他要颠覆掉唐朝 星月狐带着满天杀气 下凡转世 投胎到一户五姓人家 十四岁时入宫成为财人 唐太宗还赐号五妹娘 她就是后来的一代女皇 武则天 公元六八三年 高宗驾崩 十年五十九岁的武则天 独揽大权 某个寒冬时节 午后率领文武百官 在花园饮酒作乐 想试探自己的权力 是否能上达天厅 本宫向上天下领 见老天明早日出之时 约花园百花盛放 奔方体验 这些花呢 为了要配合 那个凡间的帝王的要求 于是就 在那个隆冬时节 一度一度绽放 唯独牡丹不愿意绽放 牡丹是百花仙子自己的花 就所以他不愿意绽放 他是花中之王 他就被武则天用那个炭火去烤 要把它烤焦 一朵朵娇媚鲜花 在龙冬中绽放 艳力非凡 血液严重 违逆伦常 玉帝得之后大怒 以成艳于飞食之后 陷面于世主之前 令时序颠倒的云游 将尸职的百花仙子 贬下人间 其余九十九位花仙 也大难临头 一并堕入凡城 百花仙子则展示成了秀才 唐傲的女儿 唐小山的妈妈林氏 即将要生她之前前三天 家里呢 这个整个家里 甚至整个这个乡里呢 都弥漫着花香 你说是哪一股花香 大家闻不出来 因为花的味道不断地在改变 就像百花香一样 这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说呢 他们所住的地方 人们就封了一个名字 叫做百花渠 五妹娘专前天下三十年 势力盘根错节 在这三十年来 在她统治下 国泰民安 人人丰衣足食 今天为了所谓的正义 率然起兵 其实就犯了兵家大忌 唐小山很快长成了 亭亭玉丽的少女 父亲唐敖的仕途之路 却很坎坷 公元六八四年 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 唐敖也受牵连 秀才头衔遭到拔除 更对官场心灰意冷 唐敖是一个秀才 读书很多 但是就是每次去考试呢 都碰壁 算是一个老秀才 可是这个老秀才呢 他很有迹象 所以他就跟了这个 他的妻旧 也就是他太太的哥哥 还有跟了一个老船公 他们就决定了 要组成像是一个探险队一样 去探访这个其他的世界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得不到满足 他没有办法追求到公民 在下唐澳 江湖传闻 归引百果园的狂声 想当当的唐澳就是你 还用多说吗 我是多久公啊 你就是多久公 唐澳遇上豪爽的多久公 加上七九林之阳 这三人一排集合 随即踏上一段 远离中原是非的海外探险 不过他们有所不知 在冥冥之中 他们已肩负起 寻回十二名海外花仙的责任 而唐澳的天命 就是让飘零异域的花仙 再次团聚 唐大哥 回去不绝到了胡范 我们是不是就走了 当然了 多年来的心事都已解决了 今后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 云游四海了 这样的一个笔法算是中国首件 算是中国首件 它其实我们很喜欢把 净花园跟格列佛游记 或者像什么环游世界八十天 拿来去做比较 然而 中国的净花园 为何有其更胜一筹之处 原因就是它引用了许多像包含 包含像是三海经 彰化的薄物质 或者说像其他一些比较 比较搜罗怪诞的这些 所谓的百科全书 你们要想活命了就不要动 经历一场海上浩劫 唐豪三人被浪打到不知名岛上 阳光在现时 一切尽如世外桃源 身边占满了三寸高的矮人 原来他们来到了小人国 这里又名靖人国 国名身高不足一尺 性格尖酸寡情 难以共处 但却长得像玩偶 在恐怖中增添古迹 因为他常常要武装自己 他怕别人去欺负他 所以他有一个大特色 就是常常说反话 你说明明这就是甜的 他就偏偏告诉你这是苦的 这明明就是一个淡的 他就说这很咸 所以他说话是相反的 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内心的一个真正的想法 李汝珍将人类缩小到只有八九寸 象征人性阴险 还大碗文字双关 借以讽刺世间自卑又自大的小人 另一个国度巨人国 则是刚好相反 他们一出生脚下就各踩一朵云 心思正直的人 脚下的云会散发五彩色泽 心思险恶的人则是一朵乌云 无常国的人天生没肠子 却又特别贪吃 食物还没下肚 就要先找厕所 无常国的这种生态是在讽刺贫富出去 是在讽刺社会中严重的贫富对立 无常国的人没有肠子 他们不管吃什么山争海味 都没有办法消化 一下就排泄出来 所以这里的有钱人还做一种很恶心的事情 就是把食物吃下去之后排泄出来 然后再交给仆人去吃 这种行为一听就觉得很恶心 但作者很真实地把它呈现出来 目的是要否刺什么 否刺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 同样爱好饮食的还有犬风国 这国度的人更加奇怪 狗头人生 舒嬅的声音像狗吠又成狗国 每日残害无数生灵 但除了吃喝之外 亦无所常 借此严于富贵人家饮食铺张 更以狗狂废乱叫的形象 来挖苦这些狐假虎威的食客 你们这群人畜生 根本不是人 专门吃着喝喝欺负别 就是一群酒囊 酒囊饭袋 它就是在反讽 当时的社会有一群人 就是仗着这个狗 仗着人士 这叫什么 狗仗人士 到处去欺负人 然后到处去骗吃骗喝 徐大哥 这里就是君子国的守苦之城 在光怪陆里的国度中 君子国却独树一格 令人神望 象征乱世中的乌托邦 当唐敖三人来到君子国 发现连路边平民都冰冰有力 市集上买卖双方 不畏图利 反而处处替他人着想 就算是市井小民也高风亮节 更让唐欧感叹不已 整篇故事的一个结构 从君子国开始引导出 几个大主题 反对奢侈 尤其在饮食之中 反对那种父权时代的 对女子的压迫 包含像残卒 反对的就是这种所谓的算命 反对这种所谓的迷信的概念 其实从这三大主题 一路这样延伸下去 明朝开始贸易往来频繁 作者李汝珍出身富饶江苏 见识过商场上人心的诡诀狡诈 因此特别以君子国 讽刺奸商的贪婪嘴脸 唐欧逐渐在旅途中明白 人世间的功名利禄 就像是镜中花水中月 到头来其实是一场空 镜子里面的花 以及水里的月亮一样 都是空患的 所以唐欧认为说 这个这一辈子 就是你积极盈盈 你取了这一切 其实当你回首再看时 它并不代表 它并不真的代表什么 所以呢 才让他萌生的说呢 就是想要就是 隐居起来的这一个念头 其实一切皆是坏 功也好 过也好 封喉也好 杀戮也好 总而言之 人生在世的一切欲望 痛苦 欢乐 苦闷 幸福 其实都是虚幻之几 犹如水中之月 尽中之花 游历三十多国 唐欧饱饱海外诸国的特殊形貌 其风一俗 也在五行中 执行探华任务 找回流落异域的 十二名花仙 达成使命后 唐欧也看破世事 从此隐居小棚来 百花仙子 展示的唐小山 也因此展开 另一段 巡富之旅 仕途不顺的李汝珍 花了二十年 把并生哲学 寄托在小说中 道教摩世的故事 然后牵引出很多的奇幻旅程 到各个国家去旅游 然后看到各种 不同面貌的国家 什么样子 这看起来是很有趣的 甚至跟现在的 我们所谓的奇幻小说 还有点类似 可是到了后半部的时候 那就是它的 所谓的财情部分 它写的诗词歌赋 文章回文 甚至是各种游艺技巧 什么 甚至里面还有写 怎么样打麻将 就是麻掉 还有玩这个双鹿投壶之类的 这种通通都是在展现说 李汝珍他被忽略的 才华的这一面 他以道家的神仙色彩为精 唐熬的太险之旅为伟 传递出富贵公民 其实皆是 浸花水月的深层概念 这些光怪陆离的国度 都是人心的投射 也是李汝珍精心打造的一座 兼具现代风格 和中国特色的主题乐园 《计划日》可以说是 古代小说里头 少数会为女性抱不平的作品 里头女儿国男女角色颠倒 相当的有趣 男人当女人也吃了不少苦头 甚至要忍受缠小脚的痛苦 我们休息一下 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女人当家的社会 令人 词 词 写